透微移背后的意义 这时候前辈的解答正是帮了大忙 思想独立的孩子面对礼遗和规矩 总是先问为什么 现在他们要自己找出答案 还要说出来说服他人 来自全美八区还有加拿大的 116位慈禁干部和志工 集聚在美国新泽西 展开四天三夜的干部颜席营 因为做志工做干部 每个职务都有智慧 懂得每个行动的意义 做出正确的行为 也才能做好凯模 吸引更多圣的力量 美国慈禁走入的是祖鲁族部落 但要踏近那一步又谈何容易 但也因为知道祖鲁慈禧志工 在当地的帮助 也明了到屋子里 有个人承受多年的谈痛和黑暗 在这一户卧床不起的妇人 有了好多手来扶他一把 在南非的感受 对这曲美国词亲来说 是如此不同 他们会永远记住 这散发爱心的体悟 这一次不光是洗手做跟汤 更要把好手艺分享 俄亥俄州立大学词亲 寄来料理教室 请志工来教大家 怎么做出美味料理 而且还是蔬食 我们在想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要好好的救地球 然后我们在想 我们学生怎么可以救地球 然后最简单的 就从我们吃开始 然后我们就决定 想要好好的把素食推广 去OSU 原来水饺是这样包出来的 亲手做做看 不只有成就感 年轻的学子也体会到 不用婚时 也能煮出一桌好料 公寓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当医院志工 不只要有热忱 更要有专业知识 与同理心出发的体贴服务 一群海外慈青 认真听着 花莲慈济医院身心医学科 张信玲护理长的叮咛 为的是提供病人 最真切的关怀 慈青是从志工队开始的 那过后才有 才有这个想法说 要开始有慈青这个团体 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营队 能够实践 时工上人给我们的三个期训 实践正言上人的期许 恭敬地穿上慈济志工背心 海外慈青 舍弃元旦假期 选择投身慈怨志工行列 选择做个手心向下的人 在付出中体验幸福的可贵 谢谢大家